作为一个不专业的小厨量 我是非常喜欢买厨房东西的 煮到这么多东西 然后又可以煮到初拍的零食 它又不会很辛苦去清洁 最近每个朋友都很有兴趣 很受欢迎 操作是极简单 这个真的很好很好喝的 超级口怀 为什么不一早拥有它呢 真的是另一个层次 另一个世界 一个制造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 帮到你这么多的话 何乐而不为 作为一个酒鬼 是很想很想在家里 拥有一个自己的酒鬼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是新屋家电生生员的第二集 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搬家后新入手的小家电 它们全部都是很实用 然后令到我生活很方便 是会令到整件事很有仪式感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不要错过了 我们现在立即开天 作为一个不专业的小厨量 我是非常喜欢买厨房东西的 尤其是看到一些少女心颜色 完全忍不住 所以我就入手了Bruno的这个 它叫做多用途搅拌器 我买的价钱是498元 现在是缺货的 非常抢手的 这个不是只有这样一绿棍 它有其他的配件 但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搅拌棒 可以有些蔬菜 然后生果 做到一些冰沙 蘑菇汤 不同类型的一些搅拌功能 它都可以做到的 除了这个配件 它很方便 就这样一拍就拿到出来的了 另一样就是金生一看到 呆了 它没有想过我有一天 会有打蛋器 有打蛋器就会有蛋糕 然后它这个洗碗布就开始崩溃了 但是我现在有烤箱 没理由不去用尽它 然后自己做一些小蛋糕 有朋友生日过来庆祝的时候 我就可以大展所长 除了这两样 还有我放在后面的这个 非常之有用 它可以做到搅拌肉的功能 例如一些肉碎 做肉饼 牛肉 鸡肉 然后搅拌完之后 再加上紫薯 南瓜 它就可以用来做零食 不需要技巧 铆入后 接着接电 然后按按键 就已经用到的了 在厨房身手 绝对可以对手 它是很容易换的 这个拆了出来之后 例如我想打蛋 就把打蛋一样 铆入 然后 是不是 所有人 就算是家里有小朋友 如果你想幫忙做不同的料理 這個我都覺得是很安全和方便的小工具 最重要是很容易洗 今生雖然不理解 但他看到煮了這麼多食材 又可以煮到食材的零食 他又不會很辛苦去清潔 他都覺得我買得不錯 不會說我的 下一個是最近每個朋友來都很有興趣 很受歡迎 我身後面這個T-Shirt Toe 沖泡茶几 因為我搬了屋後 經常請朋友來玩 或是請鄰居過來吃早餐、晚飯、吃宵夜 沒理由每次叫人喝水 所以用這部茶几沖茶 按鈕30秒就可以喝了 他有兩個頭可以切換大小的Capsule 所以市面上大部分的咖啡、飲品、膠囊 他都可以配合得到非常非常好 操作是極簡單 開機、大杯、小杯就可以了 我自己習慣就是選大杯 然後什麼都不用做 看著他就已經可以有一杯好茶喝 是幾方便的事 他有不同系列的茶 例如會有一些經典茶 然後也有這種特色茶 也有一些養生茶 還有花草茶 每個朋友來都可以選自己喜歡的茶 去沖自己的杯茶 每個人不一樣都沒問題 這個Machalate真的有抹茶那種回甘 然後超純滑 是超級濃厚 是可以比美外面喝那種味 完全不像一分鐘沖出來的那種感覺 看不看過顏色是超級對版的? 他真的很快就已經沖好了 他真的很香唇、很濃厚的味道 這個真的很好喝 而在經典茶之中 桂花烏龍是家客人膚性最高 最受歡迎的一款 因為大家一致認為他聞起來有花香 喝起來很清,不會癟 所以平時沒有喝茶的朋友喝完都很喜歡 比起外面的桂花烏龍 我覺得他喝起來比較濃 但他不是那種茶葉的濃 是那種很清香、濃郁的花香味 大家都很喜歡 還有T恤刀他們的茶囊一粒不只沖一次 我自己習慣用大杯水量 重複沖到第三次和第一杯是差不多的 這個就是茶几的好處 裡面不是茶粉來的 它真的是茶葉來的 無添加任何防腐、人造色素、香精或素化劑成分 通過重金屬和濃茶檢測是可以喝得安心的 還有現在是有門市優惠的 只要你在店裡任選茶楼滿1399 就立即送一個沖茶機了 然後在店裡可以慢慢免費去試不同的茶 你選到適合泡水、適合口味才可以買 還有如果家裡有咖啡機的朋友 我就送一個Promotion Code給你 用我這個Promotion Code 就可以免費換領指定的茶囊回家裡試沖 有興趣的話 我所有資料都會放在info box 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介紹的這個 用完之後很後悔 超級後悔 為什麼不一早擁有它呢? 就是Dyson的風筒 它是我朋友送給我的入伙禮物 因為它說人生用過最好用的風筒 我就不信了 它就買了給我 然後我明白了 它可以拯救無數不喜歡洗頭 不喜歡吹頭的朋友 它可以在你吹頭熱到出汗之前 頭已經乾了 它可以快兩、三倍已經吹完一個頭 我這個長度是五分鐘之內 完全吹乾了 然後它是很容易操作的 又是這樣 一打開 極度大風 吹完頭出來是順滑的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的頭髮的髮質 有一部分是特別差 所以在這裡的位置 我一直這樣吹 它是會有一塊卡住了 但是其他的位置沒有的 它有些不同的頭 我最喜歡最常用的就是這一款 它有少少扁的 然後我會用了這個風筒 吹乾了整個頭 然後把它拔進去 然後就去調熱風、凍風 去卡拉卡拉這樣吹頭 它可以趕走所有 我會有差不多是八九成的毛燥 非常之順滑 你的頭是可以就這樣出門口 你不會覺得是剛剛吹完 很亂那種感覺 還有我發現用Dyson 吹完頭是真的乾的 因為我以前是用Panasonic 是有那些負離子 我一直都很滿意的 但是用完Dyson 我再用Panasonic 我就發現 頭好像吹也還沒有乾了 好像還有少少濕的 是這一款 真的是另一個層次 另一個世界 你擁有了它之後 完全不會後悔 如果大家在觀望 想著買不買的時候 是可以買的 然後下一個 買完之後 完全後悔 為什麼不早買呢 就是我手上 這個IKEA的電批 是不是很跳動 突然間由吹頭 扮靚 變成了一個裝修的工具 這個電批 它是89元左右 這個是我們用來 砌全屋的傢俬 靠它 以前搬屋 我們是用手 螺絲批 一直拎 拎到天都黑了 手都軟了 閉著 都還未砌好 但是自從有了這個電批 它是上面按 左邊按就是解螺絲 下邊按就是扭螺絲 把我們砌傢俬的速度 起碼有10倍 真的不需要再用力 很辛苦去砌傢俬 我們省錢 就沒有用師傅來砌 現在傢俬都是自己砌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發明 它有不貴 而且它是無線的 之前我們借了鄰居的這個 來用 我們以為它是連著一條線 因為充電的時候 它是這樣插實給我們 我就以為是這樣用 都很方便 但是後來 我就發現 原來不用插著 它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方便的程度 是加了10倍 是可以拿來拿去 不一定要有電制圍才能用到 而且它是有非常多款的頭 有螺絲頭 一字頭 還有六角頭 基本上大部分的傢俬 你都可以用到它來安裝 這個是我和金先生發現了之後 覺得 為何我們不早點去買這件東西 為何我們搬了幾次屋 才發現 而且都很慶幸搬這間屋的時候 終於讓我們知道了有這件東西的存在 因為最多傢俬要買就是這間屋 最多傢俬要砌都是這間屋 原本是想著買一個傢俬回來 砌完一輪 可能要六個小時 差不多的時候 要頭一排再砌另一個 但是現在不用了 我們一天可以砌到三個櫃 如果大家或者你的朋友 最近搬家裝修的話 超級無敵推薦你買這個 你可以省力 不用不斷扭 而且女生 很多時候我們未必夠力去扭到最緊 這個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幫到你這麼多的話 何樂而不為 去到最後一個 它有點大 搬不到過來 但是我覺得 一定要分享的 就是酒櫃 作為一個酒櫃 是很想很想在家裡 擁有一個自己的酒櫃 但是這件事 我就跟金山爭辭了很久 因為他覺得是沒有必要 那些酒是可以放進雪櫃 但是我就覺得 紅酒是要有它的溫度 然後一些香檳 白酒又有不同的溫度 加上自己真的很喜歡喝酒 然後家裡的廚房又有位置 為什麼不買一個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想 買不買 他就不讓我買 然後我又很想買 有個朋友非常之有義氣 他就說 金山不讓你買 我送 我送給你 他就不能說NO 非常之多謝他 然後我也很尊重金山 我就沒有買一個很大的酒櫃 也都未必需要去到一個很大角 我們就買了一個比較小的 它是放到24枝酒 然後上下兩邊是不同溫度的 上面是可以調到15度 然後下面我現在就調到9度 8度 就可以放到上面是紅酒 下面是香檳 然後一些青酒 白酒那類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看著不喝都開心 會覺得我家裡有一件事 令到這麼有儀式感 然後可以大家朋友來的時候 因為很多朋友來的housewarming 都會送酒的 可以保持得好些 最後金山也都承認 其實放完裡面的酒 你拿出來喝的溫度是剛剛好 跟你就這樣放在室溫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喜歡喝酒的朋友 我就覺得其實買一個酒櫃 只要你有空間 有這個預算的話 都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我朋友送了這個給我 然後金山就沒話說了 他又可以很認同 因為你要有一個入門的 他才會發現這件事的好處 他可以之後慢慢去哄他 怎樣我們可以再換其他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酒櫃絕對 是要放在這個新入手的 一個小電器小家電當中 雖然他也不少 但是這個是我最近也都非常非常喜歡的 今天所有說的家電 我都是很滿意 他們令到我的生活很方便 很有質感提升 有一個儀式感 然後令到我的生活很美滿 所以我就很想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都會喜歡這一集 大家如果是想家裡怎樣佈置 想搬出來住的話 可以有個藍圖 究竟我需要入手 需要一些怎樣的家電 希望這個系列可以幫到你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撈兩條新片 逢星陸的休息日的週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